哈囉大家好 LISYS這 歡迎來到 哲哲的日常頻道 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什麼呢 就是主要是 不如冬天了嘛 對不對 沒錯 所以 先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衣櫃漸漸的已經開始 替換了啦 當然還是有剩下一些些 夏季的服裝 那有些夏季的服裝 我們會作為 二手拍賣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到 蝦皮去追蹤 黃旭兄弟的 欸 只有一個喔 賣場 你看 大部分都換成了 冬季款了 對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稍微 簡單搭配 幾套給大家看看 因為上次是不是只給大家看過 那沒有 實際搭配給大家看嘛 好 那下面就大概這樣 走 我們去 你房間穿搭一下 要在開始穿搭之前呢 就很謝謝 就是每一次呢 就是有些廠商會寄一些 公關品給我們 然後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幾間店的嘛 那這一次呢 我們主要呢 剛好前幾天來了 就是Stereo的衣服 Yeah 我們主要可以先用Stereo 搭配給大家看 等一下喔 先來看 先來選一下呢 我覺得 冬天 不外乎就是 你要有一件 什麼 白梯 那白梯你可以選一個比較 有些 特殊字型啊 或一些可愛圖樣都可以 我覺得會更有特色 因為那時候看了這件 我覺得 後面其實很可愛耶 哇 OK 明天 會不會好 還有 我覺得 牛仔褲就是最玩用的 它是不管是夏天 或者是冬天 反正就是四季啦 都很好穿 覺得一件好的牛仔褲 你就穿一年四季都可以喔 很好 打百搭 對 那我也等我一下喔 我差點忘了說 我今天穿這套的原因就是 這件也是公關品 就是之前我們其實都有介紹過 就是套裝的東西 是 但套裝它其實 春夏的套裝 現在算是太冷了 所以其實冬天也有冬天的套裝 但套裝呢 我就是不想讓我全身一團黑 所以我裡面會再搭一個 寶梯 那這件寶梯呢 就是會 長於 我外面這一件 你如果比外面這件短的話 其實好像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嘛 對 因為你就看不到了嘛 你只是 增加保暖嘛 那你看 它實際上年有時候會跑出來 你就會有不同的色系在身上 但是你讓 一整體看起來還是很好看的 是不是 我們看起來有沒有很像 很休閒 欸這件的版型很好看耶 很不錯吧 因為它這邊有收腰 對 它比較偏就是寬版 其實如果一般不收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那個 衣服稍微這樣折一下 你就不會讓你的那個 腿看起來那麼短 但有 不是每一件衣服都可以 扎的 你自己可以試試看 然後照個鏡子 如果真的是說 它沒辦法扎 你可以稍微 那種回溫針 或什麼黏黏一下 但真的不要擦好自己 啊這件褲子呢 我覺得是我最近的啦 近幾個月 也是最愛穿的一件 那其實它的版啊 做得很好 然後基本上是 不管是什麼衣服 什麼類型 什麼鞋子都很好穿 刷鞋子 等一下 我覺得我乾脆來穿一套好了 好 好 你也穿襪子 對啊 好 這雙呢 是那個全智隆 跟Nike的聯名款 上面有一個很酷的設計 我知道 我跟你講 它這個會慢慢搬落 但我自己是蠻喜歡 白色的時候啦 但它全部脫落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樣貌 然後呢 它最上面會給你 就是扣個一個那個 它 這是它附的 它其實你可以不要扣這個 然後直接鞋帶穿過去 然後因為它是Air Force 所以 它的那個 鞋板看起來比較寬 穿起來你就不會 在 前面宰宰的 上來折一個 褲管 不要讓它看起來那麼的鬆 欸 其實都可以 我覺得穿上 大家就是看自己舒服 自己自在 前幾天就是Penton 他們的官網就有宣布說 2021年的 他們覺得流行色 將會是 黃 跟灰 很棒對不對 黃自己 黃自己 爹起來 龍伯放棄 幸福喔 所以你看 你的那個跨年 是不是就可以來個灰色 灰色頭髮 是不是 剛剛好搭上明年的那個 流行色 那我現在需要你幫我拿一下 因為 這樣子 其實 你說 寒流來了 根本撐不住嘛 為什麼要選Oversight 我還沒講 我選Oversight 其實是因為 我可以讓裡面再塞東西 我不會不舒服 裡面塞保暖衣也可以 或者是 你塞襯衫 WOW 領子 好啦 因為這是我剛剛 腦中想的啦 就是先 簡單搭個樣板給大家看看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選擇 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做搭配 然後我是刻意把他的 裡面的襯衫 袖子再拉出來 不要讓他說 欸 整個都白色那麼單調 然後其實我的襯衫 他下擺是超過 他的T的 好 接著是他的外套 剛剛是不是講的 你看 拼接其實一直是 蠻棒的一個元素 我等一下就會選一件 所謂的夾兩件啦 他有點類似拼接的到 好年輕的感覺 他帽子是黃的耶 這看起來帽子是也可以拉開的 他可以直接變成是 單純的外套沒有帽 他中間加了這個粉色很加分耶 我覺得黑色配粉色 有一種很棒的感覺 然後粉色配仙電藍 非常壯色 然後這個壯又不會讓你覺得 喔 怎麼有點塗 然後仙遠黃色 有沒有很像我們 有有有 好 那我現在就換一件那個 下一套 是 下一套 你看 接下來就是我剛剛講的夾兩件 為什麼叫夾兩件呢 裡面很像一件帽T 外面搭T 我剛剛是有說其實 你看 很特別 跟我剛剛穿法是不是一樣 他也是把這一件露出來 然後也可以折後面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不夠俐落 的話你就折起來 然後稍微拉上去一點點 其實剛剛那個T也可以 裡面就是穿帽T 像這個道理一樣 他就看起來好像裡面有一件帽T 然後我已經T的概念 然後配合著我的褲子 因為我的褲子算是淺色的 因為他這個上半身是偏是 沉穩一點的顏色 然後配上我淺色那褲 但我覺得他的沉穩當中 有那個紅戈子是比較活潑的 是是是 沒錯 然後你稍微把手速拉上來的時候 你看 不會那麼的石板 他很特別喔 這邊還做了一個那個 兩個鬆緊袋 是兩個耶 OK 那男生其實不外乎就能寫什麼 帽T T 襯衫 大學T之類的 對 所以你每一個都可能買一兩天 買一兩天就可以任意的 搭配 我傳另外一雙鞋給他 這雙真的好看耶 我喜歡這雙 是不是 他是那個 Nike跟Sakai的聯名 他做了兩個狗狗 雙狗 他的結構非常特別 連鞋帶 我跟你講 他的鞋帶就真的是兩條了 酷 總共有四根耶 然後連Nike都有兩個耶 是啊 是啊 那個標 你前面如果沒有穿襪子就是你的腳拇指 真的 真的 除此之外你看 我有沒有說過 一件牛仔褲怎樣 百搭鞋 百搭衣 來 下一件 啊為什麼我要穿回這件T 很簡單 前陣子幫我以為選外套的時候 我就有說 我覺得長版的 好像有點略顯正式 那短版外套就是比較常見的嘛 所以呢 我選了一個 中長版的 我覺得他偏休閒 平常出去是可以穿 那時候你知道長版如果太長的話 然後那個身高不夠 那看起來其實比例會有點不正確 那中長版真的很棒 很棒吧 其實這樣微微細語 感覺這次要在細語中也是沒問題 就這樣 冬季戀哥你 什麼東西 有沒有很暖男 他的背後蠻好看的耶 背後一個巧思 有個這個 硬微的感覺 太亂 然後他的這個色系也不會說 他不會完完全都是這個顏色 如果完完全都是這個顏色的話 我可能就會考慮一下 他用兩種深淺的對照 就讓你這件外套不會那麼無聊 比較活潑一點啊 比較活潑 我差點忘了這樣 我覺得這兩三年啦 很流行哪一種外套 毛毛外 是羊的 羊妹妹 這種材質他其實 每一家應該用的材料都不一樣啦 因為蠻多材料是相似的 但是他就像羊妹妹 很多吧 應該大家很常見吧 請看 有時候他這個 他還是雙面的喔 我以為有一件新的衣服 在這 你看喔 我以為這件也是相同道理 它是可以兩面穿 然後這其實也算毛毛啦 這裡面這個毛超級無敵舒服 超舒服 他就是那種毛毯 然後反過來穿 這是防水的 近期也很流行機能衣 機能衣就是 它有一些作用 像什麼 比如說登山啊 還是防水啊 防水啊 喔唷 不錯喔 果然是明年會流行的顏色 好好看耶 是不是 你看 他這個 我剛剛其實單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個 有點太過於 有點磚色 但是其實我 穿上衣的時候 整個人其實是很亮的耶 可能也是因為我裡面的T 是白白T 然後我牛仔褲也是選擇淺色系 整個人很亮耶 當然你要換紳士 所以隨你玩吧 好 那是今天我們的 折子日常 我剛剛就是看那個衣櫃啊 翻了一翻啊 如果大家對於什麼 哪一件有興趣 或哪一套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許下一次的 穿搭日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 我覺得真的要選自己適合的啦 因為像鞋子也是 因為其實鞋子萬萬中啊 衣服萬萬中啊 不是說每一個人 都是適合那個樣子 就跟吃的一樣 整整日常 下次見囉 掰掰